今年的目標是一定要連霸 古柏江商棒球隊二道流隊長陳穆恆 代表全隊宣示連霸決心 去年球隊奪冠大功臣之一 學長林勝恩出席今年高中棒球 木棒主聯賽記者會加持給力 每個高三的最後一個大賽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是想說 就是所有的經驗 然後一次展現到木連這個比賽 高一就意識到這個比賽的重要性 所以當然比這個比賽的時候 會全心在平常練習 就會全心全意在準備 去年連賽後林勝恩被美職 欣欣那提紅人隊以120萬美元簽下 開啟旅美生涯 他說木棒連賽是高三最後大賽 讓自己學會克服緊張 這經驗在美國很受用 高中的時候都可以 都是教練在幫你 但是你到了職業之後 沒有人會管你這個區塊 是你要自己去找教練 隊友去講這個事情 說你最近打擊為什麼打不好 你要去找人幫你這樣子 林勝恩說高中時教練都會提電 但去了美國不能被動等待 有問題要開口 更重要的是學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也對45支參賽精英說 不管球探有沒有在場 把平常電型的展現出來就對了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對 好